海峽籃籃錦標賽看到兩岸球隊的激烈對抗之外 還有另外一項大家關注的焦點 那就是台灣大測試洋將亞歷山大 在比賽中展現驚人的彈跳能力 只要一有機會總會秀上一首爆扣美技 看著球迷血脈噴張 這位扣將除了灌籃賞心悅目 攪出的數據也相當扎實 三場下來近十八分十籃板 未來也相當渴望留在台灣投入SBL新賽季 台灣大肯定亞歷山大的球技和平靜 無難他身高僅兩百零一公分 與球隊對洋將身高要求有落差 台灣大坦言目前仍在物色人選 比如說像Joe Alexander 那我們也跟他的經紀人 然後也想要說是不是來台灣 有機會來打打SBL 然後先本來是想要找他來打瓊子杯嘛 可是他那個受傷的狀況 他也沒辦法說馬上加入這麼激烈的對抗 二十七歲的Joe Alexander打過公路和公牛 在NBA留下了四點二分 一點八籃板 台灣大期望找來有NBA資歷的球員加盟 再加上Alexander出身地在台灣高雄 對於未來加盟SBL或是進一步加入中華隊 都佔有先天優勢 然後加入異大 其實帶動的不僅僅是在戰績上面 而是在整體的票房還有一種對籃球 尤其台灣籃球的關注 那也可以藉由這樣的大咖球星 然後也把台灣的籃球帶出去 這次找外援甚至以願意入籍台灣為前提做考量 期望再次發揮新台灣人戴維斯效應 由此可見 台灣大找洋將看得不僅是戰績 更希望外籍球員帶來額外的附加價值 我們來一起訓練中華報了